如果你是资深影迷 一定了解过温子仁的惊悚影片招魂系列 时隔五年招魂3鬼使身拆上线 片中为人驱邪的主角沃伦夫妇 对应是1926年出生的沃伦夫妻俩 当年艾德沃伦作为超自然现象研究员 拥有一种能和幽灵对话的能力 所以他们夫妻俩配合 协助解决科学无法解释的事情 和民间所讲的通灵过音类似 名气渐渐打开之后 让人感觉这很神秘 所以二人的驱魔日记 就被导演看中改编成了影片 接下来的故事就是发生在1981年 艾德沃伦和妻子罗林沃伦 为人驱魔的全过程 小镇男孩大卫身体不适 父母请到了沃伦夫妇 那天还有一位神父协助 帮助大卫驱魔 前喷夜无事 后半夜小男孩大卫发作 口中传出了不属于小男孩的声音 整个房间狂风大作变得非常诡异 最让人恐惧的是几岁的孩子 竟然把墙面挠出了爪痕 口吐白沫身体扭曲到 让人不敢相信 艾德那天差点死于 被附体的小男孩之手 最后是好哥哥阿恩哀求的 不要折磨大卫 让我承受一切 事情才停止 在这次驱魔中 艾德险些丧命 当时发作的大卫 发出了一种沙哑的声音 捶打着艾德说 我要让你死于心脏病发作 事情结束 艾德昏迷入院了 抢救之后他做了心脏支架 还要常年服用降压药物 至于阿恩和女友 一直在狗场居住 房主养狗 雇佣他照顾这些狗子 顺便免费提供住的地方 房主这天找阿恩烤肉喝酒 没想到阿恩准备材料时 感觉身边有东西 此后的阿恩一直心神不宁 好像被缠上了 伐木时恍惚能看到 窗户那里有人在看 阿恩的症状越来越明显 那天来狗场喝酒聊天的房主遇难 阿恩双眼好像被蒙蔽 经理在他眼中成了痴人的怪胎 出于保护女友 房主被他捅了22刀身亡 非正常的阿恩最后在马路上游走时 被警察带走 沃伦夫妇知道之后 坚信那不是出于阿恩的本能 他们到警局来测试阿恩 希望用他被恶灵附体伤人来减轻罪行 还用通灵的能力 让律师相信了魔鬼的存在 一审开庭那天 律师用恶灵为阿恩开脱了 结果失败 法官并不相信这种无稽之谈 为了帮助阿恩 沃伦夫妇开始寻找那位恶灵 只有让他现身 才能摸清背后的真相来解救阿恩 思来想去 他们开始从小男孩大卫 搬到这里调查 根据大卫家人线索和大卫的口述 搬到这里那天 大卫在二手房的水床上 开始出的问题 偏中拥有通灵能力的艾琳 发现了床下的猫腻 随后钻入了地下室 那里被塑料布围起来遍地老鼠 一块破步之下 盖着某种未曾见过的图腾 他们拍照取证之后 查阅资料才知道 这不是恶灵 而是一种诅咒 所以就解释了 为何阿恩体内的恶灵时有时无 原因在于幕后失咒者 何时起谈作法 一旁的神父 给他们提供了一个人的名字 那是一位退休的老神父 他一直钻研禁忌诅 应该对此有所了解 直到住所之后 沃伦夫妻 驱车就来到了水库边上的 一栋老房子里 老神父听说他们的目的之后 告诫二人 不要去触碰他 这是很久之前 狂热信徒 钟爱的禁忌之术 只有摧毁图腾幕后的祭坛 才能打破诅咒 否则诅咒就会因失咒者 做法召唤恶灵伤人 没有头绪的二人 这时就接到了 其他州警局的电话 人来那里发生了一起谋杀案 两位女孩相约散步 一人身中 二十二刀身亡 一人失踪 可是警方只找到了一人的实体 另一个无法找到 请他们过来寻找 接着爱琳被带到了案发现场 希望她用通灵的能力 来找到另一位失踪的女孩 闭上眼的爱琳 就像穿越到了案发当天一样 能看到当时发生的一切 不过此时的她仿佛不受控制 就像死去女孩 附体到她身上一样 将曾经发生过的事情 重新上演 因此爱琳差点掉落到悬崖下面 警察也就知道了 那位失踪女孩就在水库中 为了查清女孩经历了什么 晚上爱琳和爱德 悄悄的溜进了尸体存放处 只有触碰到尸体 她才能看到是谁害死了他们 伴随她和尸体双手紧握 爱琳看到了地下通道 这里潮湿阴暗还有祭坛 一个女人正在做法 爱琳突然反应过来 她应该再加害另一人 通灵时的一声大喊 阻断了对方的施法 狱中正在用玻璃自残的阿恩 得以被救 可是这种通灵是双向的 爱琳发现了对手 对手同样也发现了她 当盲头指向爱琳时 尸体存放处就变得诡异起来 幕后这个老女人 控制了一具尸体来攻击他们夫妻俩 护航的丈夫爱琳 及时打断了妻子的通灵 那句陈年老师这才倒地没了动静 可是回家后呢 爱琳突然晕倒了 她醒来时妻子不见了 看到的却是那位下诅咒的老女人 同时那位有过一面之缘的陈年老师 也闯进了家中 就当爱琳捡起武器自卫时 妻子喝止了她的行动 原来她看到的都是幻象 爱琳也被下了咒术精神错乱 最后在花瓶中 看到了和大卫床下同样的东西 回忆之后知道 那个背后下咒的老女人 竟然用送花的方式 向他们家中藏了脏东西 沃伦夫妇在明老女人在案 如今只有找到她的幕后藏身之处 才能终结此事 俩人安排牧师到狱中 为阿安诵经念众 保护她今晚平安无事 爱琳拿着一本刚找到的咒术秘法书 再去拜访了那位退休的老神父 政府埃德和朋友在查阅着地图 根据妻子通灵看到的 阴暗潮湿以及听到的火车声 来推断老女人 藏在地下哪个隧道里面做法 当爱琳来到了退休老神父家中时 说了最近死掉的几人之后 老神父这才雷眼婆娑开始悔恨 她给爱琳看了一本相册 其中一张照片 那竟然是她的女儿 之前没告诉爱琳 是因为她觉得 女儿还有悔改之心 可是现在女儿竟然拿走了多条人命 作为以前的神父 既然培养出恶魔 她内心悔恨 才全盘脱出 祭坛就在他们家地下室的 老隧道里 爱琳赶紧过去捣毁祭坛 结果老神父却被出来的女儿一刀杀掉 查阅地图推断老女人藏身之地的丈夫埃德 这时有了线索 发现了老神父家 应该就是老女人的藏身之地 她的妻子爱琳正在隧道中捣毁着祭坛 可是整个祭坛都是石头雕刻 完全没法推翻 通灵的能力让她看到了 老女人正在一步步的逼近 只要杀死这些人 老女人好像就能完成某个仪式 所以这些人 包括沃伦夫妻都成了她的目标 当丈夫赶过来时 听到了妻子的呼救声 她从地下隧道 一个出口钻进去救援了 没想到老女人直接给爱德下了咒术 这种咒术 让她将妻子视为敌人疯狂的攻击 刚做了心脏支架 还有高血压的她 生龙活虎 在迷宫般的隧道里 把妻子追得四处逃窜 老女人则起谈做法 要弄死阿恩 预警隔窗观望 都感到恐惧 一位手脚被锁在铁床上的囚犯 突然身体诡异扭曲 挣脱了束缚 就这样直直的凭空悬在那里 想要自尽 伴随牧师的诵经 室内玻璃突然爆裂 他们这才相信 阿恩果然是被恶魔附体伤人 根本就不是本意 隧道中爱林逃无可逃时 说出二人初恋时的情话 一语直中要害唤醒了丈夫 妻子逃过一劫 祭坛刚好被毁 监狱中的阿恩 也突然落地免去一死 回头再看诗咒者老女人 她的诅咒被中断了 导致召唤来的恶灵 没得到第三个灵魂 就无法回到地狱 缺少一个灵魂 那只好用召唤她的人来弥补 老女人作茧自负 以某种无法解释的方式 生命被终结了 很快就到了阿恩的第二次庭审 事情传得沸沸扬扬都上了新闻 法官自然也知道了幕后的真相 本来被定为死刑的他 又改判成了非主官意志 过失致死罪行 刑期五年 服刑期间他在狱中与女友结婚了 埃德也在家中后院 为妻子重现了曾经的青春 影片到此结束了 片尾导演播放了一段 当年上述故事的原生录像带画面 感兴趣的可以体验一下原片 好了今天咱们就到这里 下回继续 拜拜